吉安在地企业宝岛花园的董事长韦德明 放逸期间为了回馈地方 特别透过吉安湘民代表会副主席黄金发的转介 在30号上午捐赠了20万元的款项 希望提升湘内的防疫量能 而湘长游淑珍也特别颁赠了感谢状 肯定企业对公所的认同 湘公所将会运用这笔经费 加强环境的倾销工作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各个地方公所都是全力配合中央政策坚守防疫 报导花园董事长韦德明 在防疫期间也希望能回馈地方 特别透过吉安湘民代表会副主席黄金发的转介 在30号上午迁忘了吉安湘公所捐赠20万元的款项 希望能帮助吉安湘提升防疫量能 比我小时到现在 这事情发生这么大 我们个人还是没什么力量 我们也没办法说我来做什么 我什么也没办法做 所以说我就一时想到 不然我来关一个东西也好 就看人家就说 有人在关什么 我想说我要来买 我买去工作 当我准够了 这个东西就变成会浪费了 所以说我来跟代表会副主席参集 我来关什么东西 然后他跟行政研究 后说 欠杀欠杀欠杀 不然我不得我不得关钱 我们共享 来作为来利用 比较靠效果 这次见到我们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所以他也想尽个人一己之力 所以透过我来看他 这个要怎么去协助地方 我就建议他把这个力量 转到由相公所来执行 这次捐助了20万 我相信在疫情期间 为我们带来每一春消毒 还有自立酸水的使用以外 未来在疫情过后 也可以成为我们浇花洒水 或者是我们在做防治登革热的时候 可以多元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喷洒气息的采购 以及我们在防疫的不足的部分 我们会再来做添购 谢谢我们企业体的益助 看到Giano需求跟力量 也为我们平日在共同的 生态跟生活上的 这样的一个小确幸的 花艺的各个庄点上面 也给我们做协助 这次谢谢我们副主席来引戒 让我们吉安的需求 可以更到位 让我们的坚守防疫 可以做得更好 乡长游淑珍也提醒乡亲 印度变种病毒的传染力又快又强 虽然目前全国确诊人数有所趋换 但仍然属于三级警戒 对于防疫千万不能轻忽 想要度过这波疫情 还是需要全民共同努力 才能让确诊人数持续加龄 记者徐立芹 吉安相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